- 非正規實習生YUNI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YUNI 大家看到Omega作為可操作角色登場 是不是都很開心呢 之前在ZX 點名活動裡 我們有介紹過 Omega 的故事劇情 它是在Z3系列裡面 以最終BOSS的身份出場 我們來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這個型態的 Omega 他的身體是真正的截弱的身體 而這具身體被拜魯博士 植入了Omega的意識 而洛克人自己裡面的主角截弱 他的身體其實是個複製品 但他的意識則是真正的截弱 簡單來說呢 就是截弱和Omega他們互換的身體 今天我們就來說明一下 洛克人第三裡面 最終Boss Omega的三個不同階段 畫面中的這一個就是 Omega他第一次出現10的形態 第二階段則是在地板陷落之後 會出現的巨大的機器人 在連續擊倒了兩次Omega之後 他的真正姿態才會現身 根據當年的流行 所有的ACG BOSS裡面 只要身體越小隻 就會越厲害 所以擁有截弱身體的第三階段 才是解放了Omega真正的力量 他的最強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這次的Red Boss 希格瑪X4第三型態 這邊我們要來做一下名稱的統一更正 先前登場的幻影希格瑪 他的正式名稱會更正為 希格瑪X4第一型態 希格瑪X4第三型態 是在X4中登場 他是希格瑪在X4中的最終型態 他的攻擊手段非常多元 主要有兩種變換型態 一種是持槍對玩家進行攻擊 另外一種則是變成巨大的頭部 盤踞在地面上 這一次的Red Boss獎勵裡 有一張S級的卡片 希格瑪X4第三型態 這張卡片有兩個技能 一個是在一眾帶有護盾的目標時 提高對目標的傷害 第二招則是讓角色 在裝備噴射類型的武器時 受到的傷害減少 另外在這一次的貢獻獎勵裡面 還可以獲得超級洛克人的碎片 記得每天都要去討伐喔 好了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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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